來 宋哥 來 入坑 然後雙氣命 他到底入什麼坑 你這麼精明 你是什麼入坑 看起來跟一兩眼 這個一兩眼 是什麼鬼 我之前交了這一任男朋友 他是做那種就是 他說他是做美容產業 專門就是研發 比如說保養品 卸妝 器材 這一類的東西 然後我大概跟他交往 大概才半年 然後他跟我說 Baby 我跟你說 我們最近要研發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關於那種什麼卸妝產品 你要不要投資 有沒有興趣 就想說好啊 就是美容的東西 通常照理來講 應該都會做 而且有自己人 對 所以我就投了一筆錢 結果那時候 產品做出來叫我適用 我就每天在家適用 塗塗摸摸什麼 結果我發現我整張臉 真的大概短短三 五天而已 就是我不長痘痘 然後我突然整張人全都痘痘粉 我已經不是肉牙 是痘痘 然後連看醫生都沒有用 然後後來我就有一次 跟姐妹們出去吃飯 他們就說 我這輩子沒有看過你臉 是處於這種狀態 我就稍微跟他們講了一下 然後我那一群女生朋友 他們就說 不是耶 他說那聽起來就是 你從最基礎的 比如說卸妝開始 你就沒有 這個東西它就已經沒有辦法 幫助你了 然後那時候我那一陣子 剛好就是生日 然後我陪他就送了我一個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卸妝巾 然後就是想說帶來跟大家 給大家用一用 想知道 對 我有帶 我有帶 這個厲害了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今天帶了就是一大一小 一個就是我平常在家用 然後另外一條就是 剛好我這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是順便帶著省空間 然後它這一條 我覺得它最方便的是 比如說我現在比如說 眼妝 然後眉毛 然後臉 遮瑕 腮紅 口紅 這一些 我只要沾濕這一條布 就靠這條布 一步搞定 真的 假的 什麼意思 就是卸妝毛巾的意思 太厲害了 我就只用紋睡 我就能卸妝了 真的假的 光說不練是假髮戲 我直接卸給大家看 就說是要相信 來 來喔 就沾濕而已 不用肥皂 不用 全臉彩妝含口紅 不用卸妝 好假的 天啊 等一下 宋哥要素顏了 我的媽啊 宋哥對不對 好 一刀未剪 靠著這一條 就一條 布 就這一條 現場 你不要這樣 我真的會買 卸妝 我覺得它很方便的是 因為我覺得它 我們有時候買拼拼拼拼 因為假的卸妝好乾淨 我就卸一半就好 而且沒有很用力 我們現在是一刀未剪 我真的一刀未剪 我等一下卸得乾乾 彩妝都黏在那個布上面了 妳等一下再把布給鏡頭看 就會知道彩妝完全附著 有沒有看到 我只卸半張臉而已 它什麼都沒塗 我什麼東西都完全沒塗 對 我只用溫水跟這一條布而已 我不敢相信 整個就卸得乾乾淨淨 因為我們平常就是工作的時候 上窗一定都是濃妝 可是如果說你有很濃的 那種什麼睫毛膏還是眼線 其實你只要再多擦幾次 它其實就是慢慢地 它就是會讓你的肌膚 很輕柔 很舒服的這樣子 一點一滴慢慢地把它卸掉 但你看從剛剛到現在 我其實只花一點點時間 真的 好快 這忙碌的女人來講 太方便了 就這樣子回家擦一擦 就全部都掉了 因為我覺得像這一整條 它大概可以用半年以上 所以平均換算下來 就是大概一天 你只要花3塊錢 你知道我每天光靠卸妝 然後卸妝的那個水 我每天 我那個卸妝的水 我每個月都買好幾瓶 對 什麼卸妝水卸眼唇 對 卸妝有卸妝膏 然後回家卸妝要搞好久 我老婆回家就是 像剛剛她的方式一樣 水龍頭打開把它沾吃 啪啪 因為她現在的示範比較慢 大概3分鐘之內 完全卸妝 再也不用卸妝油 再也不用卸妝水 而且這個也是很錢 近看一下 很乾淨 我用這一條卸 我的皮膚它是有點那種 透亮的感覺 對 很透亮 我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有那種 沒有毛細孔 在裡面什麼 感覺很好 很好 然後再來我覺得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就是它裡面有這個 尖尖的獨家織法 它可以有效地剔出 我們毛孔裡面的深層污垢 因為它裡面有那種 就是褶銀離子 它可以代謝我們臉上的 老廢角質 讓我們的肌膚可以達到 真正的那種清透感 讓你的毛細孔呼吸 然後它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 把它很乾淨地卸完妝之後 你後面再上什麼保養品 它都可以很快地 吸收 導入到你的肌膚裡面 然後讓你的肌膚整個 就是UP UP 保養起來 那個整個更方便 你這樣擦完之後 你皮膚真的好亮白 真的很亮 可以去角質 我沒那麼多卸妝的需求 但是我都是拿來去角質用的 所以你們有沒有覺得 我皮膚很光 真的 有辣油 對 然後你們以為說 會不會這它有用 你們用就沒用 對不對 阿諾你還試試看看啊 什麼 沒有 要試試看看啊 這是綜藝節目第一次 史上批來賓卸妝 這個沒有用過 你大家可以試試看看 這個可以旅遊組 這個是旅遊用的 因為像旅遊 像我之前旅遊的話 其實真的女生要帶 瓶瓶瓶瓶的東西太多 好麻煩 上述講的那些卸妝的東西 就夠你塞了 我覺得這個對男生來講 也非常喜歡 男生覺得 那個超麻煩的 我其實這一次旅遊 我就是只是把它這樣子 比一件內褲還要小 然後我就塞在它原本裡面 有一個小信封裡面 太棒了 其他就是頂多那種 很簡單的小罐的保養品 我就這樣子 就是可以很節省空間 而且我覺得最方便的是 你看像我們這樣子卸完 對不對 我其實要怎麼把它清潔掉 我只要拿家裡的肥皂 搓一桌 它整條就會變得乾乾淨淨 太容易了吧 對 它每一條 其實都有它自己的獨立包裝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地衛生 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用最簡單的方式 然後省錢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肌膚 達到一個最好的狀態 我覺得就是其實 要保養肌膚也沒有這麼難 沒有這麼難 然後你看我平均這樣子 多少錢 我就卸一次妝 只要三塊錢 夠便宜了吧 超級便宜又環保 就這樣子開燈 那真的很便宜 很方便 我跟你講 你們會以為說 它會不會只是把表面的妝 卸掉而已 沒有 因為它這個都適合 你用放大鏡 用行為鏡 看得到它是一個勾給一個勾 它可以把你毛孔深處的污垢 也刷出來 你太棒了 這個分享太好了 想一想我家那幾條也用很久 我們客戶在嗎 這真的很好用的 可惜 我真的可以買 藝人送一條 這真的很好用 這個送給任何的男生 女生 只要是這個圈子 我跟妳講 都用得到 男生更方便 因為男生 基本要上妝也都是淡妝 對 抹一下 OK了 搞定 休息 對 好用 介紹給大家 寶孔深呼吸 幾乎清透了 來 雙七命 誰騙你雙七命 這個真的 現在聽起來覺得真的很扯 你相信這種東西 宋哥 你看起來這麼精明能幹 我相信有雙七命 我跟你說他的長相 他上妝的時候精明能幹 他現在卸妝看起來好單純 賢妻良的 對 好像是大學生 對 小朋友 因為那個男生他的外表 他 他比你高 你們兩個比一下 可是我一八三 天啊 好高喔 對啊 少一點 對啊 你看一八五如果要站在這邊 你看他要怎麼一氣 我小鳥依人 真的 是不是 真的耶 你們兩個好高喔 小兵 你過去來比一下 來 站中間 示範什麼叫小鳥依人 來喔 乖 真的耶 那兩個是高的 我這個感覺很好 你說一八五 一八五 然後確認是沒有鞋墊 沒有 他真的沒有鞋墊 不是科技業了吧 而且他的外表是 就是長得很像李洞序那一型的 那很帥 很帥 然後他那時候 我跟他交往 他其實每一天上班 中午休息時間 他都跟我說 我去接妳 我們一起去吃飯 每一天都是如此 但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發現 中午怎麼突然都等不到電話 你要打給他 他也都找不到人 這很奇怪 很奇怪 就打來很熱線 然後突然間就斷線 突然就不見了 然後那有一天晚上 他就來找我 就那種愁眉苦臉 然後那種欲言又止 我想說又不好說的那種感覺 我說 怎麼了 妳直接講是發生什麼事嗎 然後他就說 Baby 我跟妳說 我們公司有一個女生 他很喜歡我 我說 那然後呢 他說 然後呢 然後他說 開頭什麼鬼 中午他都會 就是 然後我每一次吃完 我都覺得 很累了 我頭暈暈了 你不要嚇我 失去 好像有點失去 記憶昏昏沉沉的 嚇藥 然後我說 昏昏沉沉的 我說 所以妳吃完就睡在辦公室嗎 他說 不是 那有時候是寶困而已 沒有 血差太高了 我每一次那種昏昏沉沉 我都覺得 我好像被帶到一個房間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都有那種衣衫不整 我覺得他一定在那個飯菜裡面 下毒 然後帶我去開房間 這會太誇張了 他就按 剛剛我就說 我說 所以妳的意思是妳被泥尖嗎 他說 我覺得應該是 我說怎麼會這樣 不要臉 這一件事我聽起來會覺得 好像有點可憐 就是妳被人家迷奸 然後他後面又接著講 因為他說 我媽最近又帶我去算命 他說那個算命的算出來說 我有 如果我沒有在外面 再教一個女生的話 你知道那算命的時候 我會死掉 然後我說 我要去死吧 我那時候聽到要死 我說 妳為什麼要死掉 我很相信 他說 她會說 妳不能死掉 趕快要成全大愛 因為我覺得 妳就長得那麼好看 人也那麼耐心 他就是要妳 要辦公室那個女的 對 他兩個都要 對 他對我又那麼好 一個長得那麼帥的男生 你又會做家事 又會接我上下班什麼的 你突然又這樣死掉 那不行 結果我甜甜厚厚 妳要救他 對 我要救他 我還因為這一件事 我考慮了一個禮拜 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是還有考慮的空間 到底要雙七命還是有沒有去死 覺得我真的不行 妳就跟她說 我有雙敷命 對不對 後來就只好這樣算了 你跟我一下 那二十六我要幹嘛 對啊 二十六我要去找一個命 我後來考慮了 一個禮拜跟她說 在家裡卸妝 妳有姐姐或妹妹嗎 很噁心 這位噁心 這樣子比較自然吧 不行 總理要突然是來路不明 在那邊雙什麼七 不行 我覺得很好她沒有接受 對 這個怎麼接受 不行 我告訴你 知人知面不知心 真的不要被愛情衝分頭 這個不適合 你真的坐在家裡 一、三、五、二、四、六 你叫怒氣 對 無法怒我 你一下就變黃臉婆了 對啊 感情這個事情 就是讓你們經歷那麼多了 對不對 很奇怪 下次遇到一樣的 還是會被騙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也是白講 就這樣做一種輸票 進去的事也輸票 祝大家幸福美滿 不要再遇到愛情的騙子 Happy Together Together Forever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